中国大陆中宣部下发通知 要求各下属机关和媒体对新闻报道进行改进 提倡短时薪 反对假长空 但是这一规定并不被外界看好 舆论指出 中共一党独裁之下 宣传部门和媒体只是党的喉舌和工具 无法避免造假和空洞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 即使媒体能够做到短时薪 也只是为了延续中共的统治 迷惑公众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12月26号 中共中宣部发出通知 要求党报 党刊 通讯社 电台 电视台 要从新闻报道 内容 语言 标题 篇幅到版面编排 栏目设计 节目制作等方面 进行全面改进 提倡短时薪 反对假长空 对此 深圳独立作家朱建国向新唐人表示 实际上中共早自延安时代以来 就一直存在着文章假长空的问题 中共也曾经多次试图进行改变 朱建国还指出 要想杜绝假长空 就必须有真正的社会民主监督 12月4号 新上台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召集政治局会议 制定了八项新规 其中包括要改进新闻报道 12月11号 新任中宣部部长刘其宝对习近平进行呼应 在公开讲话中要求媒体改变文风 随后 中宣部正式出台通知 要求下属机构制定具体方案 中央媒体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中宣部把大家对宣传上的这个意见导向所谓的文风 也就是说作者本身导致的这个假拉空的现象 他显示他是在转移一个方向了 也是在迷惑这个公众 时事评论员邢天行认为 中宣部这个通知并不是改变文风这么简单 他的背后有一个大背景 那就是中共在巨大执政危机之下 试图通过做一些技巧性的改变 来维持中共统治 但中共设立独有的中宣部 对所有媒体进行严格监管 媒体沦为党的喉舌 改变文风必然是一句空话 台湾望报援引自由作家 大陆教授胡勇的文章指出 就在刘其宝讲话后的第二天 大陆官媒新华社发出一篇近2000次的评论文章 敢肯硬骨头敢于涉嫌摊 习近平重要讲话引起强烈反响 不用质疑 新华社的这篇文章共提到十名代表 其中官员四名 官方智囊四名 企业家一名 而普通群众只有一人 干部群众比例严重失调 文章有作家嫌疑 此外 当今中国人普遍对所谓的领导人讲话不关心 文章却号称民众反应强烈 这是官媒自说自话 根本不符合常情 11 警方炎 中文静 第一车 轻轻地